为了聘选战 民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 今天提出他的文化政见 发表了第五场国政愿景收明会 而对于蓝白阵营的周六会谈 也让民党方面严正以待了 提醒辅选干部必须注意未来发展 必须做好有可能的一对一对战准备 想要大胆的 站在伟大的 讲喂水医师的身上 再为台湾 加开继续前进的 一道处方 就是用文化深化台湾五大方向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这话怎么好像似曾相似 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之前也说过要接棒完成 讲喂水没成功的事 赖清德这比喻是要和对手 互别苗头吗 彼此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和和笑说两人有差异 赖清德第五场国政愿景 顶端文化政见的同时 面对蓝白阵营周六会谈不敢大意 不只公开演说 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有变化 内部会议也精灵 蓝白和发展要紧盯 每一场选举通通都一样 输赢决定最大的关键是在自己 党内分析一对一对战 若胜选将更有名义基础 赖清德持续按照自己的节奏 倒是侯友宜攻击来势汹汹 针对台独贪污新潮流等议题 对赖清德抛出三文 应对侯友宜直求对决 赖清德只是幽默一挥 口水战不打算随之起舞 毕竟蓝白整合之路 才是眼下最大变数 借陈宁张佳麟台北众博多